大家好 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 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 收听今天的分享 2023年生肖鸡的人 运气好不好 众所周知 鼠鸡的人都是善于表达自己 善于察言观色 温柔 谦逊 小心谨慎 因此大部分鼠鸡人 都是聪明人 来年运气也会有所改变 有人会变好 有人会变坏 那么2023年生肖鸡的人 运气好不好 整体运势 在2023年 鼠鸡人的运气将会很好 在事业和财运方面 都会有所斩获 这一年 生肖鸡的人 今年会得到爱情的帮助 今年的主公里 有生成马和天一 因为有了这匹马 爱情和好运 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这一年 生肖鸡的人 有很大的可能脱单 因此 在2023年 鼠鸡人的运气非常好 财富运势 2023年 鼠鸡人的运气很好 因为2023年 鼠鸡人和太岁 都会有三个好运气 2023年 生肖鸡人 不但可以摆脱之前的贫瘠 还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 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 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因此 生肖鸡人要抓住机遇 感情运势 2023年 鼠鸡人的爱情运势 也会非常旺盛 从感情上来说 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虽然会有一些小摩擦 但很快就会好起来 单身的人 桃花运很好 本周不止一名追求者 或暧昧对象在你周围 还有机会 从好友提升到情侣 而且有很大几率脱离 因此 对于生肖鸡人来说 2023年 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